台灣過敏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那麼光是之前健保統計 有去看過敏的 很多人都沒去看吧 有去看的是350萬人左右 那像舒淇 她甚至因為過敏占別電影圈 對 因為她說她的過敏 在幾年前真的有一度 非常非常的嚴重 她形容自己 甚至如果要出門 她會帶著整箱的 抗過敏的藥 再加上防護用的大毛巾 因為她經常有時候 在外面睡到一半 就突然醒過來 醒過來可能因為 人非常的不舒服 不舒服到就是 甚至也會臉腫 然後她就說 有時候設法讓自己 好好睡一下 但是她又開始不舒服起來 她就因為這樣子 她就幾乎沒有辦法化妝 因為你如果接觸這些東西 她可能隨時有過敏的可能性 那因為她對自己 是追求完美的人 她覺得 我如果頂著這樣一個臉 去拍戲 這樣還得了 而且也不連戲 對啊 想說今天怎麼長這樣 明天長那樣 因此所以大家會發現 好一段時間都沒有接觸 都沒有看到她新的作品 而她2021年終於接拍了新作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她那時候 她這個戲裡面還演孕婦 然後她就跟導演說 我這個戲 妝盡量少一點 皮膚可以黑一點沒有關係 頭髮稍微亂一點沒有關係 反正就貼合這個角色狀態 那我即使未來臉稍微腫 也不會覺得太離譜 因為就是這樣 還可以繼續拍 對對對 也因為這樣說她才接拍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種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大家可以看 就是有時候突然間 臉腫臉紅 臉癢臉痛 這種真的一般人很難體會 這種痛苦 但是另外一個像張蓉蓉 大家可以看 她就是非常漂亮一個女明星 然後她也說 有一天她發現一件 很可怕的事 她說原來前一天 她覺得只是眼睛周圍有腫 她覺得說是不是 結膜炎 可是不對 第二天早上 不只是結膜 整個下巴 臉頰都腫起來 而且又紅又腫又癢 她就想說完蛋了 我發生什麼事 她說那個很像那種 戴了什麼一個面具在臉上 趕快衝去皮膚科 去皮膚科的時候 還要跟醫生強調 我本來不是長這樣子 不是怎樣 然後醫生說 我知道你本來要怎樣 你這個就是過敏 她就說暫時先吃藥控制 然後如果不行再打症 可是這個點我也覺得很怪 像我印象很深刻 我小時候 每次都邊吃飯邊看電視 因為然後就在餐桌 夾一大堆東西就開始吃 有一天也是這樣子 吃著吃著去就眼裡好癢 揉揉揉 怎麼電視的螢幕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就覺得很怪 然後一轉身跟麻說 麻電視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全家躲沒愛心 就開始狂笑 因為我已經腫成那個鹹蛋超人 眼睛先腫起來 就腫起來 然後就先腫 後來嘴巴也腫 然後我們才趕快去看醫生 就是為什麼眼睛這麼老實的反應 每次都他先來 對 陳主任為什麼 而且有的人過敏是眼睛裡面腫 或者是眼周紅一圈 為什麼都從眼睛 對 過敏講起來 眼睛可以好像像房子的一個偵測器 偵測器就是我們如果說 他第一線先知道 對 第一線會先知道 為什麼呢 就是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眼皮薄 薄 如果說 因為我們說腫的話 水腫 過敏一定是水腫 腫的話一定是積水 對 那越薄的地方 水一進去的話就 先鼓起來 第一個就是他眼皮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黑白的這個白色的這個叫做睫膜 睫膜其實就是身體的黏膜 黏膜跟皮膚不一樣 皮膚也可以保護 但是黏膜就好像鼻腔黏膜 口腔黏膜 有沒有 那食道黏膜 這個黏膜都本身就是 比較抵抗力沒那麼強 而且他的鞏固力沒那麼強的 所以說只要一積水 一過敏 一積水 一下子 就是他整個就鼓起來 所以說其實只要一看到說 眼睛這個這樣 開始鼓起來的時候 大部分都不是說什麼性菌 對 細菌病毒都不是 就是跟過敏相關 好 其實過敏大家都很有經驗 我覺得在台灣慢性過敏的人 真的太多了 鼻子癢 打噴嚏的人 他眼睛也會過敏 還有全身哪一些地方 其實都在慢性發炎 對 其實我們要講一下 急性過敏通常來得很快 你很好偵測到 但是慢性過敏 有些人偵測得到 有些人偵測不到 慢性過敏就好像是 我每天一直持續 可能接觸在某一些 特定的過敏狀態中 它會發生在各個地方 所以我很常形容 慢性過敏很像你的森林裡頭 這個地方少一點 那個地方少一點 通常這種型的 最不會發現自己是慢性過敏 因為我這邊只有一點症狀 那邊只有一點症狀 都不到要看醫生的程度 以至於慢性過敏 時間就被拉長 哪些症狀 哪些小病痛 你如果去醫院 醫生說你沒問題 你可能要小心 如果好幾個 你就可能是 其實身體潛藏著 慢性過敏員 我們剛剛提過的眼睛 這是滿常見 有些人他會慣性的揉眼睛 這個其實一定要留意 他可能不到腫起來 可是因為你眼睛一直在發炎 可能是你過敏的一種表現 除此以外 包括我們比較常見的皮膚 有些人是異位性皮膚 有些人就是動不動發一些 會癢的疹子 一些蜘蛛疹 這些有可能 再來我講幾個 大家可能比較少知道 原來也有關聯性 第一個就是關節的酸或是痛 當然我們知道關節的酸痛 有些是退化性關節 有些是自體免疫問題 但我們會發現有一些慢性過敏的人 他會說他的酸 比如說他就運動完 運動完正常的人都會退退個一兩天 但是他的修復力比別人差 受傷的時候 他的發炎狀態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如果你有出現關節 慢性的疼痛 那醫生說你其實不是疾病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特別小心 還有幾個 比如說腸胃道 有些人三不五時就漲氣 三不五時就拉肚子 或者是便秘 我們也認為有一些人 跟慢性過敏有關 另外有個比較特別的是 很多女生可能有經歷過所謂的泌尿道感染 可是當你在慢性過敏的時候 泌尿道感染的感受 跟嚴重程度 跟反復發生的頻率 有些人觀察到也會上升 所以其實慢性過敏 就好像你的身體 到處這邊放一把小火 這邊放一把小火 其實不是很好找 但我們要講一下 如果你真的找得到 你的慢性過敏的原因的時候 會改善多大 我講過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他其實來找我的時候 我其實也滿為他擔心 因為他很明顯就是 全身到處都在放火 比如說他三不五十 跟我說這個關節痛 那個關節痛 他皮膚三不五十就起蕁麻疹 他有很嚴重的拉肚子問題 重點是他來找我還不到五十 所以已經裝了三根心臟的支架 所以他其實身體從 身體的各個客觀表現 他都是在發炎 後來在一些狀況中發現 他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食物過敏 叫做膚質過敏 簡單的就是一些麥 麵包 麵條 其實是不能吃的 他開始避開之後很神奇 他的關節痛改善很多 他的蕁麻疹沒有再發 重點是因為他本來一點肉肉的 他的體重很自然的 在沒有減重狀態下 體重就下降了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一下 是慢性過敏找得到原因 是非常好的 然而很多人都說慢性過敏 就慢性過敏會怎麼樣嗎 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過敏 叫做氣喘 NEJM其實曾經在某一年 有發布一個特別的通知是說 如果幼年的氣喘 你一直控制不好的人 他會比較早發生 所謂的慢性呼吸道阻塞性疾病 也就是他可能會從急性的短期的氣喘 變成一個長期不可逆的問題 所以他雖然可能是小症狀 但是建議不要去忽略他 能注意到能調整 都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姓妹 那我有聽過有一些營養素 比如說胡皮素等等 可以降低我們這些過敏反應嗎 對 其實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做的時候 一個就是避開你的過敏食物 另外有一些 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天然的食物 以頭攝取到胡皮素 Omega-3 維生素D 它其實對我們身體的抗發炎 都是滿有效果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雷神主廚 帶來這一道 就可以幫我們降低過敏反應 這一道料理當中 有很多我們剛剛提到的胡皮素 這一道料理叫做 和風雞 黃瓜 其實在做這一道很簡單 你看我都準備了一些蔬菜跟 像雞胸肉的部分 其實你看我最近這幾道菜 都很喜歡把菜切得細細 對 因為切得細細 第一個我覺得它的口感跟味道 營造出來那種感覺 其實滿不錯的 第二個就是說色彩繽紛感會比較有 首先我們在鍋子的部分 放一點橄欖油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之後 現在把雞胸肉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低溫的部分就把它放下去炒了 這種切得細細的是對於家裡頭 如果有長輩或小朋友是不錯 但是這就為難了我們煮菜的人了 我們沒有你的刀工 這個是蘋果對不對 這是蘋果 對 然後你看這個是花椰菜 花椰菜 切得很細 另外黃椒 紅黃椒 它也切成這種小丁狀 對 其實這一道我覺得算是 富含胡皮素 不敢吃胡皮素的人 去吃這道就對了 我們現在講胡皮素 它其實在很多研究都發現 它對醬我們的過敏 是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哪些天然食物裡頭有 洋蔥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敢吃洋蔥 然後其實蘋果的富含是多的 特別提一下 你可以把那個皮也切進去最好 因為皮裡頭的胡皮素含量也是高的 另外兩種隱藏版素 大家不知道它還含胡皮素 花椰菜跟甜椒 青椒其實都含有胡皮素 特別講是花椰菜 有些小朋友很喜歡吃花椰菜 花椰菜除了它含有胡皮素外 它其實是十字花科素菜 含有一種叫蘿蔔柳素 它可以幫我們對抗空氣污染 所以其實你多吃花椰菜 其實對身體也算是一個 很正面的幫助 OK 好 所以胡皮素可以降低發炎反應 然後你提到說維生素C 礦物質有一些有幫忙 對 其實我們身體 你就想像過敏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很像很多人 來這邊作亂 這個時候我們很多抗自由基的東西 都可以減輕 包括維生素C 包括維生素D 維生素E 我們發現它都會減輕 我們的過敏症狀 所以總而言直接從哪裡來 從天然的食物 沒有被加工過的食物來 所以你只要多吃這些彩虹食物 複合食物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 對 甚再加一點堅果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多抗氧化維生素 聚合起來的好材料 OK 好 來 師傅 把 把基力的部分把它炒很鬆鬆的 還有胡蘿蔔 對 我們在炒過程 就是說不斷的要去給它做一個翻炒 接下來醬油的部分 和風醬油先放 現在加 因為不要蔬菜放進去之後 再放和風醬油 蔬菜看起來會暗暗的不好看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有一點讓它上一點顏色的感覺 一方面讓它味道吃進去 對 好 那我也要請教一下中醫師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我們知道說好像抽血 可以驗過敏原是不是 驗的過敏原大概是哪幾種 你會怎麼建議 一般其實我們健保就可以做36種過敏原 還有一些免疫球蛋白的檢測 知道你現在的身體是不是正在面臨一些過敏或發炎的反應 所以其實一般這一種36類的 36種的一般基本的食物 環境中的塵蟎 甲殼類等等都可以驗得到 好 那像這一種去驗的時候是過敏當下去驗還是比較平常去驗有沒有差 其實沒有差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對這些東西 它就是抽我們血液的一些免疫的細胞 去對於不同的過敏原去做分別的測試 然後看看哪一個有反應 那如果有一些人比較嚴重的話 還有什麼方法嗎 因為避免過敏 第一個一定是過敏原藥不能接觸對不對 對 其實有一些人他可能 像我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以前因為宗教的關係 他就長期需要吃一些黃豆類的食物 就發現一直拉肚子 對 然後結果全身起群麻疹等等 後來他就覺得一直吃素好膩 就換了像今天雷師傅的這個激勵的料理 然後後來這些東西就不見了 好慘喔 吃素的人居然對黃豆過敏 對 結果一驗才知道他對黃豆過敏 那真的就沒什麼東西可以吃了 塑料什麼都不能吃 所以後來他只好再回到一般的葷食 是 我現在把它炒好之後 接下來我把黃瓜 把它切成有一個勾曲 對 把它切成有一個勾曲 對 把它放進去 原來如此 對 一般來講像日式料理來講 他會放一些紅味噌或什麼 我們這一次 就是不要讓他吃素 我們就這樣 就加一點激勵 但是我們要放進去之前 記得我們盤是要先放 因為我美乃滋 我不希望讓我們的觀眾朋友吃太多 所以我把它挑了一點 滴那番茄醬跟滴那這個美乃滋 變成粉紅色的 對 把它變成粉紅色之後 把它做好之後 一塊一塊把它放上去 也就是不是擠在上面 而是在下面當盤式 是 然後如果要吃的話 稍微沾到一點點 這樣就不會加太 對 沒有錯 吃太多加工品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一道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和風激勵黃瓜給你 脆口的小黃瓜 搭配上富含胡皮樹的 青花菜及甜椒 讓你減緩過敏的不適 廣告之後來看 你知道紫外線也會造成過敏嗎 甚至紫外線 甚至會讓眼睛長息肉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受到囉